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婆 视频中失声痛哭的男子叫李卫民 而女儿正在气愤的撕毁他的结婚照 是因为什么让一个男人如此不顾颜面 又是因为什么让女儿如此恼火呢 这是五天,扯证了,扯了结婚证 骗子,又骗你感情又骗钱 作为女儿的李丹丹告诉我们 不久前,父亲在别人的介绍下 认识了一位年轻美女叫冯盈 二人相识五天便闪电结婚了 婚后父亲竟将自己的所有积蓄一共五十万 都转到了冯盈名下 不料一个月不到,冯盈竟提出来了离婚 她认为父亲被骗了 可李卫民却表示,自己还惦记着妻子 她认为二人的相遇就是命中注定 李丹丹男友表示,父亲李卫民的择偶标准比较高 要求身高一点六五米,年龄三十五岁以下 因此李卫民对冯盈一见钟情 所以才会一时被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但一旁的李卫民却坚信自己找到了真爱 李卫民说起妻子冯盈很是激动 他坦言,妻子冯盈温柔体贴 二人的爱情虽然发展很快 但是也是得到了冯家父母的认可 岳父岳母当天就称呼他为儿子 并马上就办了隆重的婚宴 李丹丹的男友打开冰箱 向我们说起李卫民的节俭 腊鱼吃到发煤都舍不得扔 买菜不超过十块钱 对自己如此吝啬的李卫民 却会给冯盈买1980的帝王蟹 看得出46岁的李卫民 真的很爱惜这位年轻漂亮的妻子 直到如今李丹丹表示只希望父亲尽快清醒 及时止损 李卫民的手机一笔笔的转账历历在目 里面都是给妻子的转账 其中最大的一笔钱21万 李卫民说这钱只是交给冯盈保管 这是二人情比金监的证明 女儿认为父亲闪婚的背后 其实遭遇了一场骗局 如今父亲没有钱了 女方这边才找借口和父亲离婚 提前收网了 但李卫民始终相信 妻子是真心要和自己过日子的 他决定来到妻子家中挽回妻子 他当时都愿意把一半房子分给你 对说个真话 是很看得起我的 当时都接我二儿子了 眼前这栋八层的电梯房 是冯盈的家 装修得很精美 看得出家境优越 冯家只有两位女儿 李卫民表示 刚认识是冯盈时 岳父还说 要将这栋楼分一半给他 可为何短短一个月 一切都物是人非了呢 他们俩怎么认识的 对于女婿的到来 冯家人显得非常不耐烦 李卫民不明白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冯家人突然变得如此狠心 将自己拒至门外 冯盈到底怎么想的呢 我们拨通了冯盈的电话 电话里头 冯盈认为二人的婚姻 已经走到了尽头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如今也无话可说 冯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李卫民为何会对她如此着迷呢 李丹丹坦言 当初自己对后妈冯盈的印象挺不错 身材高挑 为人和善 对自己和弟弟都十分有耐心 也是因为突然的变化 才让她对冯盈起了疑心 如今李卫民一门心思都在冯盈身上 他一直期望着二人重归于好 而女儿只希望父亲赶紧结束这段婚姻 拿回自己的钱 李卫民在楼下来回踱步 进退两难 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五天闪婚的背后 究竟是爱情还是圈套 就在这时 李卫民拿出了之前冯盈发来的检查报告 上面显示 他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当初二人之所以吵架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 他表示 只要冯盈能够证明孩子是他的 他便既往不咎 甚至可以跪下祈求冯盈的原谅 难道冯盈真的是因为受了委屈 才离家出走了 这一次我们能否见到冯盈 并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呢 冯盈告诉我们 李卫民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二人因此多次争吵 他表示 接受不了李卫民的多疑和控制欲 孩子也已经终止妊娠 此刻撮合二人的介绍人 刚好过来了 也没有说是非要去骗他 没有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的 介绍人表示 自己当初是先认识女方的 觉得男方为人老实 又是机关单位的 和女方挺配的 于是便撮合在了一起 结婚时间上是有点快 但不存在任何一方有欺骗一说 而我们也一直见不到冯盈 如今李卫民又有何打算呢 李卫民在一旁想了许久 他表示自己已经想通了 女方家人对自己太过分了 现在自己只想要回自己的婚前财产 彼此好聚好散 这段婚姻最终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到了社区寻求帮助 社区人员表示 二人认识五天便领取了结婚证 毫无感情基础 并且李卫民在对冯盈并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将所有积蓄交给对方保管 属于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那么现在李卫民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我们了解得知 前不久双方已经在当地司法所进行了一次调解 当时女方要求马上办理离婚证 并承诺退还15万元 李卫民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已经具备有法律效应 如今社区无法再进行调解 李卫民坦言 自己当初只是缓兵之计 他希望冯盈能看到自己诚意 回到自己的身边 最终李卫民和冯盈始终没有见到面 在法律的判定下结束了这段婚姻 而李卫民也只拿回来了15万元 事到如今李卫民表示自己非常的后悔 因为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 他非常的渴望找到真外 没想到落到这个地步 愿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别许我 要把多余的坚定放在教育孩子身上 放在孝敬父母 跟自己的亲朋亲友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二人又不好好经营 只靠金钱是无法维系的